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裡是民營權時報 又來到人物專訪的節目 我是陳欣 今天我們的佳穎老師一樣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然後呢 因為現在是十月初 九月份的時候呢 佳穎老師就有譜過 韓國瑜與蔡英文的九月份的運勢 那大家有回顧去看一下視頻 就知道其實準確度是相當的高 好那今天呢我們要來談談十月份的運勢 所以老師說時事造英雄 英雄創造時代 其實每個月有每個月的運勢 那一月十一號 就2020的一月十一號的時候 就要進行2020的這個總統大選 所以離現在的時間剩下三個多月 老師 對 所以在每個月的月初 老師都會把這個每個月的 就等於說十月十一十二到一月份的這種運勢 老師都會 普出這個掛來 所以呢也希望我們的觀眾朋友要鎖定我們民權時報人物專訪的節目 好老師今天我們來看看這個蔡英文跟韓國瑜的 那個掛老師譜出來的那個形態是什麼 好各位觀眾朋友我們在很安靜的情況之下 就是我在星期天的時候就開始預測十月的初 就是十月一號到十月十號 那果然就是在前幾天就發生了蘇浩的南澳大橋的重大的事故 果然在蔡英文我們預估在贊譜他十月初期會發生的事情的時候 果然就看到了第一個現象 紅色的八他做的很辛苦 然後他真的會發生一些災難 還有一些糾紛官司 然後這個時候就是在紅色的八的後面連續出了兩個黑色的字 這個就是他在十月初會發生的狀況 他現在狀況好多 還包括論文事件還有三百萬 對還有很多高雄氣爆還有好多的關於他個人的講錯話很多的狀況 他屢屢出現一些狀況 然後他也一直在求神拜廟 但是他後面出了兩個紅色的牌表示 果然很多的他的同志還有政府官員幫他把這個事情壓下去 他的team 他的team來幫他處理 他能夠化解他的危機幫他解套 這是他蠻厲害的地方 這就是他的團隊 是這樣的現象 那我們再看韓國瑜 他在十月初會遇到的一些狀況 跟我們現在知道的 還有我們之前預測的很準 他是第一個出現一個紅色的七 就是他也一直在求神拜廟 對 那後面出現了一個黑色的J 他真的有好多的煩惱 是 是什麼煩惱 高雄的負債 他為了錢 在那邊入不敷出很煩惱 是 還有再來第三個出現一個紅色的Q 他必須要長期努力接受很多的考驗 然後這個就是他現在遭遇到國民黨的團隊 有很多都是在觀望 觀望 還沒有真正的出手 而且他的很多的理想也都是講不清楚 沒有把它具體化讓大家知道 然後後面他就出現了兩個黑色的七還有黑色的三 果然就是黑色的七就是揚文廣困難滿 也就是他被困在高雄 高雄有很多的預算問題也被中央卡住 然後他還有很多的煩惱 還有一些困擾 包括預算還有金錢的煩惱 讓他空空的等待 希望有很多的貴人會來幫助他 這是韓國瑜他在十月份出他遇到的一些狀況 OK 這個我們現在這個節目呢 剛剛我不是在滑手機 我是在跟觀眾朋友講說 我要分享我們民權時報臉書的粉絲專頁 所以呢 未來就是每個禮拜四的這個時間呢 嘉藝老師都會跟我在我們民權時報的粉絲專頁呢 跟大家做直播 那如果說大家有任何問題 其實也可以跟我們一起 就在我們的粉絲專頁跟我們互動分享 也許你剛好有什麼問題想要提的 或是說對於我們這一次的節目 有什麼想要互相批評指教的 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我們的這個粉絲專頁上面 OK 那我們今天呢 這個韓國瑜跟蔡英文的這個文王聖掛老師 所譜出來的十月份出的這個運勢喔 大家都應該聽得很清楚了 所以呢 等一下休息一下 我們會進入第二段 第二段我先講一下老師 我們要講的就是 歷任中華民國歷任總統 所發展出來的一些天意的現象 老師做了一個分析跟整理 我們休息三十秒馬上回來 OK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